這家咖啡廳我之前就有看過 是很多IG會打卡的咖啡廳 蠻紅的 金牛座 會不會是金牛座耶 每次專家不是嗎? 他們要爆料一件事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在東京 前面幾天我是一個人來 所以呢我發了一個限時動態 邀請在日本當地生活的台灣朋友們帶我玩 那他們就是 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Henier 然後妳在日本多久了? 在日本一年半 一年半好 相信呢她應該可以幫我帶我去一些 日本當地生活才知道的寶店 就像我在韓國生活的時候呢 會推薦你們很多不知名的 特別的只有當地人才知道的店 她現在帶我來的這邊叫做 這邊是代代目八攀 如果我就是做小田極限的話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條是千代田仙 然後到這邊的話是代代目公園 然後澀谷跟圓樹的附近 喔算是一個比較新興的小區這樣 嗯算 可是最近也蠻多自由行的人會來這邊 嗯就跟延南都很像吧 對對對 對 對 你看有Match 然後這是韓國的小禮物 謝謝 送給你 希望你喜歡 謝謝你 好 出發 好 我們穿過了非常多的小巷跟住宅區 然後來到了第一家咖啡廳 然後這家咖啡廳我之前就有看過 是很多IG會打卡的咖啡廳蠻紅的 然後也標誌我覺得蠻可愛的 等一下來喝看看她的咖啡 耶喝咖啡 可以喔 妹 還有妹 還有朋友妹 嗨 她是那個 也是台灣來的 嗨 我覺得她咖啡味很重 嗯 嗯 還蠻不錯 喝個嗎 喝個啊 韓國幾乎沒有雷的咖啡我覺得 嗯 我有喝 真的假的 因為我連喝那種平價的 就是那種兩三千塊 我都覺得 還是因為我 給她的期待沒有很高 我覺得平價你如果是以平價的標準去 那個的話是還好 還好對不對 但是有一些是就是 我特別去 但是我覺得 喔有有有有 這種我有 有些 六千塊 然後結果喝的跟水 對 沒錯 真的不行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點她的麵包 呵呵 這麵包多少錢啊 四百九十 就是比 嗯 它很香耶 很紮實 它有一個 沖出來的香氣是什麼 我覺得是 有點像檸檬葉 或是 喔 肉桂跟那個一起 好厲害喔 金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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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不會是金牛座耶 喔 對啊 美食專家不是嗎 對 我很愛吃 我只會吃 但她懂吃 它外面還有塗一層 不知道什麼的 醬 淡淡的刷一層這樣 這裡超級可愛 很多鍋碗瓢盆 其實它都是一些很有質感的顏色 然後像這些 哇 然後他們 他們要爆料一件事 你們剛剛說 誰會進這家的東西 XX 不要這樣 我被瘋死了 頭爆料一下 大家可以日本來這邊買一下啦 一千塊 一千塊 都不會很貴耶 就大概一千到五千左右吧 大一點的可能就到五千 小一點 那種小盤子 甚至一千塊都不用 覺得很推薦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一家 乾燥花店 聽說也是很美 這邊真的很多小店 質感小店 哇 謝謝 超香 超香 一上桌 立刻就是 呼比而來 來 沒關係 還是很好吃 很會切的 很會切的 沒有很好吃 Helena 什麼 我忘記 Henier 很會切的 Henier 看起來超好吃的 讓大家看一下它的切面 蘋果超多 蘋果派 算嗎 烤蘋果派 上面是冰淇淋對不對 對 哇 蘋果切得很薄很薄 嗯 好好吃喔 很好吃耶 再吃一口 好好吃喔 很多好吃 派皮 非常的香 然後脆 可以 它這樣一個多少錢啊 600多對不對 這樣蠻划算的 一個兩三百 這麼大個 用鍋子煎的熱蛋糕 它很扎實耶 它很扎實耶 還在冒煙 這個也好吃 這個偏比較原味那種 然後也是外酥內軟 然後裡面非常的扎實 這家蠻推的 雖然它 因為它 東西都是線烤 所以要等一陣子 大概二三十分鐘 但我可以等 耶 今天一整天 謝謝兩位 黑妮兒哥 美 謝謝 謝謝 欸 聊一整天怎麼還這麼尷尬 對不起 沒有 好像是這鏡頭比較尷尬 好啦 是啦 真的很感謝它推薦了非常多小店 咖啡廳 我都會把它放在資訊欄 你們如果有興趣 有來東京的話 也可以去那邊看 就是也可以看一下資訊欄 就可以知道我們去了哪裡唷 那今天這些店 你最喜歡的哪一家 我 我最喜歡就是第一間 泰北店 第一間 對 因為我很想吃 我現在最後一間 你喜歡最後一間 我覺得蛋糕很好吃 好蛋糕很好吃 好好 以上都是日本留學生的推薦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囉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喜歡 並且訂閱我們比較好 順便追蹤我們IG 謝謝大家 掰掰